台九线苏花公路149.7汉本路段首日前豪大雨影响 在后边坡寒水量甚高 天气放晴后边坡寒水量奏减 造成上边坡土石凝聚力大幅降低 边坡稳定性较差 以及造成多次崩塌落实事件 公路总局第四区养护工程处南澳公务段队长林文雄说 在连续降雨后它的寒水饱和量会比平常都会高许多 那这个雨量结束以后啊 很强烈的太阳照射以后 这整个土石的含水量会大量的减小 这个土石的凝聚力就会降低 这个零星落实的一个发生的几率就会比较高 所以一般我们灾后后面三天到五天 发生零星落实小台方的几率是比平常会比较高 不确保用路人行车安全南澳公务段 已经先进行人工刷坡前的布线整备 并实施机动管制通行 上十点开放通车以后 后面还有零星几个小的落石下来 现在我们现场研判 应该是要单线双向的一个轮放管制通行 那个安全度会比较高 轮放的方式我们现在为了确保安全 每部车的间距大概50公尺左右 我们才会放行下一部车 请广记者林慧珍在宜兰的报道